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这是2月11日上午 发生在吉安市吉州区取赖镇的一路 在当地政府设立的一个防疫卡点 一个叫曾小贵的男子 捡起地上的砖块 猛地向工作人员砸去 这个一个学法 跟这里原来差不多一身皮 你看现在都好了 而在砸伤工作人员之前 曾小贵还将在场的 两名工作人员的手咬伤 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一个男的会用牙子 去咬我们的手 而且咬了两个人 我们当时都出了好多血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有很多工作人员 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用自己的力量 默默守护着大家的安全 但是对于基层干部的防疫工作 曾小贵不但不理解 还打上工作人员 那么曾小贵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月11日 根据工作安排 刘清风等几位工作人员 在当地一路口设卡管控 第一 出去的能源 要登记好 测量好 第二 尽量控制外来能源进来 实在必须的 那么我们要跟他登记信息 测量提问 这个要有证明 这个都是要这样的测量 按照这个来 为了有效阻断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 吉州区取赖镇 也像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 实行封闭式管理 上午9点半左右 附近村民彭兰乡来到卡点 他想出村到县城去上班 我们告诉了他 我说你到春委会 全部就在那个地方 到那里去有人在那里 你就跟他说这个情况 他会告一个证明 拿得来会让你出去的 不会不让你出去 他就一直停在那里 不走 也不说 可能他一直在打电话吧 他就打打他老公来了 刘青峰说 过了不久 彭兰乡的丈夫曾小贵赶了过来 二话不说 直接将设卡的栏杆掀掉 丢在路边 他弄掉了 我找到他 我说怎么回事 他就 我说你怎么回事 就拿个手机来拍照 他拿手机拍照 他就来抢手机 就不准拍照 拍什么照 就摔掉我的手机 该我就跟他争手机 争手机 他就直接摇我的手 我当时带了一个医用手套 手套摇破 直接摇得出去 工作人员胡国飞 上前制止时 也被曾小贵咬伤手部 之后 曾小贵捡起地上的砖块 将村干部张建国砸伤 我们把这一副人 把它限制住 把兄弟他们用砖头 赶紧开始坚持着来 就要打 最后 在众人的劝图下 曾小贵才收手 并离开了现场 他当时也是不理解 你的这个工作 他也没说 不管理解不理解 一般正常程序 我们会交流 交流是什么的 我会告诉你 怎么解释 告诉你真的 但是他没说 那么多都没说 就直接就扔掉我们的 那个拦点 我们是一个杠子 经当地法医鉴定 刘清风等人的伤情 已构成轻微伤 当天中午 曾小贵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那么曾小贵当天 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曾小贵今年46岁 小学文化 平时以务农为生 他的妻子彭兰湘告诉记者 丈夫平时为人很本分 我跟他一向的脾气都很好 他不怎么喜欢人主事的 如果他脾气暴躁 我肯定不会要他过来 彭兰湘说 春节过后 他所在的公司 就要求员工尽快到岗 复工复产 彭兰湘带着行李走到防疫卡点 被告知需要去村委会取得相应的证明后 才能够离开 程序也不复杂 前面都有人办了 跟他同一个厂的 我说车子上有东西走打赏就不方便 就是这样的 我就给他们两个人来摘了一下 我说要我老公过来给他们说一下 因为我车子上有那个桶 有那个被子不好转身 我就想要我老公来这里帮我 给他们说一下好话 谁知曾小贵到达现场之后 就与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冷静了一段时间之后 曾小贵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 公安机关以妨害公务罪 对曾小贵立案侦查 检查机关也适时地予以介入 对涉疫情的刑事案件 上级检查机关 要求我们每案都要进行介入 我们介入工作的主要内容 就是引导公安机关 就案件的定性 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固定 提出建议 让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 就把证据的问题 在侦查阶段就解决好 根据检查机关的建议 公安机关收集了当地政府发布的 关于疫情工作的一些文件和公告 收集这些证据 对认定这些是否构成 被告人